处处在我们的古代书里面 就已经都到处在 比如说这个是管子 管子的这个经验 就是理论上学者的研究 所谓什么叫经验 就是老师说的话 那么他们有所谓经验 有外游 就是地质补充的东西 然后还有 后来人家念的 诸 所以一本管子很厚 但是经验的部分只有短短的八篇 按照现在的赤考号 没有几张组解 其中就写 你看这个比老子还早 如果真的是经验的话 就比老子还早 你看看 他的六关地方 若音乐虚首尽人物 人物者 这什么意思 你到了晚上 虚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把你的脑袋瓜里面的思想 尽量要开解 叫做受虚 那后来的人叫做受静 静还要需要手 你静就静了 而手怎么扫 所以受就多出来 多做了 你就是万事不想 但是万事不想很难啊 所以后来佛家给的一个办法就是念佛 你把它集中在一起 只搞一个 然后搞这一个看最后能够懂 这个也拿掉了 所以这是假戒 所以音乐虚首就静人物 什么叫静人物 这个静字 我们现在的人对静字是理解不错的 静 现在写成真清 在当时的静不是这个意思 静是什么 静的下面是 静其实是一个静 是一个某一种规换 所以静字是寻求某一种规换 在我们的宇宙当中 人可以怎么样子在这个境界当中存在 当你那样子做 所以静是一个多目 就会有人物住 各位如果静坐了 慢慢就会有些 你本来是全部虚的 你静的功夫够了 你平常在想的东西就会跳出来 你就好像在看电视 一个一个跳出来 我们常常坐闷 闷醒过来 哎呦我刚刚做的怎么样怎么样 你清楚 那个是你在睡觉就 我刚刚现在在讲的这个是 你连睡觉都不用 你闭着眼睛你就会看到东西 这个叫做静人物 然后人物则谎 人物则谎怎么样 你如果能够 掌握你自己 不要被它影响 而是观察它的话 这个东西 它就会开始演化 这就是古代 这些管理者 认为 它比一般人厉害 它可以看到 譬如说今天有一件事情 發生 我们其实可以在战国册里面可以看到 我怀疑那个时候的人都很厉害 常常为什么 在战国册表面上人在看都是 深冬吉西 深冬吉西 你都去看那个战国册 丢下 它后面都是有道 比如说 楚国打五国 那 一般人的阴阴之道 你兵来我 那你也推兵去 对不对 可是孔子不是这样 孔子就去叫人家 绕了一圈 这个关系 跟那个关系 搞到最后 然后 楚国又老歇 或者老外卖跑 自己回家 战国册里面有非常多这种东西 你们如果去看战国册 就是不是直接因应那个事情 你想想看 如果直接因应那个事情 对方带着大兵来 人带着群 要死多少 可是如果你看战国册里面 非常多的都是干割就消失了 就是这样 静人物人物者 你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 接着你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古代的一办法 修道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修道里面呢 修道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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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简老子里面就提到了那种简单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按照现在的通行本 他写的 他写什么 自虚即守静度 万物并多 无以关物 无以各物 非其根 在修简老子里面 你会发现根本不是 那些意思 自虚很严 而且自虚群 什么叫自虚呢 当你静的时候 你静如果能够静到真的都虚 都通了 你就会进入一个状态叫做恒 什么叫恒 恒的古代的字句 是天地中间有月明 这个字的古时候写到天地中间有月 那么按照过去古人对月的认识 其实因历就是认为月对人有一次的分析 所以这个月呢 它是固定的一个月 从阴到飞飞到的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恒 是你如果能够虚的时候 你真正达到虚 你会看到 这个恒动四季的状态 在佛教里面 对于这个 其中有一个法门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法门现在在 小成佛教里面 在念佛法门里面也有 就是 你会看到明 日月明 什么叫日月明 我们很简单 就是说你现在眼睛一闭 黑蒙蒙的一片 对不对 谁敢说你眼睛一闭可以看到 可是你如果自虚 所谓恒 你就会看到一片的阳 你闭着眼睛看到的 却是一片的阳 那时候你开始 入恒的一步 所以在念佛法门里面 除了念佛之外 他告诉你 要关明点 这个时候是用心去关 你去想说有一个太阳 太阳太亮 所以有个落日 彷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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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徨去看 你会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太阳 你 这个就是用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用一个 给你一个假设的东西 然后你想办法去做 你哪一天你可以关到那个太阳 那个像蛋黄一样 红黄黄黄的 慢慢的 你就可以开始改变到红色 变到红色 哎呀 日出的变金色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汉代以后对老子的描述 其实已经失道了 已经失道了 他们已经不知道以前的人是怎么做的 你看守禁堵 其实是受众 这个受制 这个受制是什么 这一步有了以后才有下一步 这是什么 次序性 受制是用犬 这个受的这一头不是受 以前的甲骨文里面 这是一个 一个捕捉野兽的一个器具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受是一个打猎 一手是拿着捕捉的器具 另外一边就是 赶口去驱赶那个动物 所以寿终独眼 就是说 当你如果能得名了 你想看什么 这就是你要做的 在你的心中去看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开始看到这个持续 你就会看到 将要化分的时候 所以你先有恒 恒了以后 你才可以 开始进一步的去看 你想要看 你就会开始看到 万物荒座 它在你的心中 开始呈现 就是 居于虚部 居着 你要定着看 不要去动 它自己看 看定着一样 它一眼给你看 什么叫做虚部呢 虚字 不是我们现在的虚 是 它会按照 它这个气 该走的路径把它走 所以它会看到 它会看到它的演绎 这个心中 就是像的演绎 它会从头演绎到尾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会怎么进行 天道 对于虎语 竹节里面是 天道 圆圆 什么叫圆圆 圆字 一样 在甲骨文里面 圆下面不是背 是一个定 上一支圆 五十二用顶 代表 五化秋天 所以圆圆 的意思是 天道的进行 勉强要用 也应该叫天道 运运 运作的意思 就是这个 天道 它就会把 你要看得下 各不齐情 每一个 像的变化 都随着这个景字 是 后来解释成 勤勞的勤 其实这个字的最早 各位就可以看到 是一个人 齐神 求神的一个形态 所以 每一个人 每一个东西的变化 是随着 你想要看 可以进行 所以这个整个解释 各位就可以看到 主见老子 跟老子 老子 的内容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只剩下 非常非常的表现 这个 是一步一步的 告知什么 要证明 这就是修法 当然要走到 他讲的这个现象 修法文明 有的时候 有问 欸 你这个做半天道理 对不起 我现在还是被动 他要给我看 我才看得到 他不给我看 我也看不到 所以怎么修呢 所以一个人怎么可能 在没有社会 或是资源 基深的方向 按照普世或讲 修道 专臂专修 不可能 是不可能修的 那不常 因为只会我们 把他 这个方法 把他工作出来 就像 从来过去 没有人知道 在中世纪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绕过好浪角 欧洲 就可以同样 当时的人 都认为 怎么样 坐那个环船 坐一百里以外 下面是一个瀑布 所以船 走到那边 船都能下去 以前的人 谈海礁 没有人敢谈 一百 六百里以外 每个人都趴掉下去 对不对 可是一旦发现了 每周 发现了好浪角 对不起 每个人都照到灰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把老祖宗的东西 丢掉太久了 两千年 已经丢掉两千年 我们的人 从来以后 一开始 勤火烧掉一堆 像你再把剩下的烧光以后 我们把祖宗的东西 全部拋掉 我们现在有的 我们整个社会 也就是外人的屁股 这些